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学概论 以Table为例 刚刚介绍了数据清理 实作的部分 我们绝对有很多例子可以讲 只是因为我先告诉你 他自动帮我们做到什么程度 先你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是视觉划分析 首先 刚刚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他会把它呈现为黄色 引导你说 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下一步就是点工作表一 数据清理完毕之后 当然就是做工作表的视觉化 所以点选工作表一 这是第三个画面 还记得第一个画面是起始画面 主要就是使用最左边的connection 连结 然后第二个画面 主要就是要跟你分享一下 例如说他资料表 跟资料表之间准备要建立关联 以及什么数据清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介绍这第三个画面 第三个画面 首先第三个画面 当然 这里面就是要画图了 所以我稍微先解释一下 这边有三个图示 第一个图示是工作表 新增工作表 第二个是新增仪表本 第三个是新增本文 我觉得把本文翻成故事 这个故事会比较适合 你翻成本文 你一定会想成就是像文字方块 或者是像Doc 这种本文 把它翻成故事 不过这两个 今天就会讲到仪表版 然后故事是明天才会讲到